兩位這次合作 覺得關係如何 覺得合作上來會不會很快就行 我覺得韋庭這次火拍 林超然 我 大家又在香港 在香港拍攝 我覺得韋庭三眼了很多 當然他以前的東西我不是看了很多 但見他在過往的演出 好像沒有今次這個公司 令他覺得他的自信心好像都大一點 是吧 是 是 是否因為韋庭都很想和嘉輝合作 這個絕對是 這個首先是火拍 你說這麼多年我回香港拍的時候 回來拍如果是和嘉輝哥 再加阿嬤道 他們帶我去一個正確的軌道 剛才就是和嘉輝哥 不是說你回來拍就行了 不是這樣的意思 你都要在很多前輩身上 他們肯過一些資料給你 或者提醒你 你應該去怎樣做 在過程當中我得著了很多 而拍這套戲其實我之前經常說 好像重生的感覺就是 原來拍戲是可以瘋到這樣的 即是那種投入的狀態 大家整隊團隊不止演員 是可以這樣去拍一套這樣的戲 所以嘉輝哥可能講生晚日的意思 簡直興奮了 拍完薩青哥也是很興奮的 是的 這次看預告 見到很多場景都很震撼 是不是這些動作戲都會不會都可能很近 我覺得林蕭妍出品的 尤其是他沒有拍那麼久 這一種港式的動作片 他自己鼓鼓鼓鼓鼓都很辛苦 這次有一個給他發誓的程度 他都是盡情地去 就是吃一餐 但是你自己覺得怎樣 我覺得都比起他 就是這幾年的作品來講 這個戲的動作 就偏向低一點 不是說很軍事化 就是我們都是一幫人肉搏啊 槍戰啊 街頭追逐啊 就是這些都有很多 而這些也正正是林蕭妍過往 在香港電影作品裡面 很強的一環 所以鼓鼓鼓鼓鼓 這次就是一波一樣 又推出來 嗯 除了一個動作之外 見到你們遇到的時候 你們的心理狀況都變得很多 那些角色都沒有很大的挑戰 是 所謂的爆裂點就是 每一個角色都有一個自己的臨界點 就是遇到你要爆的時候 你究竟爆不爆呢 就是這個社會又或者是你發生的劇情 逼到你推到那個位 那你爆不爆呢 所以其實 每一個角色都有它的爆裂點 這部戲 所以 就是 我自己覺得我就很接近了 就是 吃到很飽的了 那些還是我內心氣 都很接近了 都很接近了 那 內心氣呢 其實 就是第一天拍就很接近了 因為我第一天拍就無法進入狀態 結果 要加輝哥或者導演 可能 都未找得很清楚的 那個角色 未找得很清楚的 我 我就 一邊拍我一邊覺得 我幾想演你的角色 嗯 為什麼 他的角色都很豐富 就是 他那個 好性啊 那個心態 就是對自己不可以 那些在戲裏面 就是變了一個 很大空間發揮的一個 而你一直 你看到在戲裏面 他都是 就是 他不是逆正逆邪 其實他一向都是正那邊的 嗯 但是好像推到他逆正逆邪 就是那些 就是 學他 剛才說 戲裏面 其實每一個角色 有一個 就是你爆不爆的點 嗯 也都是 呼應了一部戲 嗯 嗯 那嘉輝哥沒有拍過 有效嗎 就是比不上的 有效嗎 有效嗎 嗯 有一場 William沒有的 就是我們開工不久 就是最熱的時候 就是在和合石 哦 在和合石 不是拜山的 是和合石大打的 就是感覺到好像是面臨死亡 我覺得 就是應該是打 還有打了三天好像 我有來探班的 是啊 我有來探班 看到阿SON 呢 下山的時候休息一休息 吐啊 中暑吐啊 是 是 他呢 真是夠義氣 其實我也年紀不小 他年紀都不小 其實 我們在馬來西亞拍 打了很多 打了我不知道幾天 一個星期 因為現在你們打到那邊 接下來這裡 有個人首先在鏡台後面 衝過去在地上 打下去 這樣 那時候我和阿SON 已經去到差不多極點了 但是 阿武子一說這個 有個人衝過去 打下去 打下去 這樣 第二個衝過去打下去 這樣 那一說的時候 阿SON看一看我 我來啊 他那麼忙那個 就是死事 大家都感受到 大家都很辛苦 就是 既然 武子開出了這樣的要求 那他覺得 他又可能 不知敬佬 還是尊敬我 還是 覺得他還有很多體力 無論怎樣 那樣 雖然我都來不及 就是 我來不及說 研究一下 我都來不及 阿SON已經飛去撞了 但是 這個呢 我當時覺得 很暖 那樣 但是 就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 那 阿韋婷呢 韋婷在我跳下樓 就是跳下那個 隧道口那裏 那裏 咖啡哥 你行不行 我說 你是不是自己跳 他說 是啊 那我看下你自己跳 也看下怎樣 那你知道他又 就是 又年輕又 又問節 還有他個人長 那你個人長 你跌下去的距離 就短些了 是嗎 是 那他就 就跳下去了 那臨車問 喂 那到你了 你說 你跳不跳啊 我說 好啊 那我都 我都是成功這樣跳了 就是很完美的跳下去 就是一跳下去 一個轉身的看著鏡頭 就看著鏡頭 麥克風似的 那怎麼知道 我說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過可以來多一個 你問我可不可以 就是挑戰我 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啊 那就可以了 一可以呢 第二個 就有些步驟自己 就 漏了 結果是一跳就跳下去了 那就跑了 就是 那一路就是這樣 但是 口昌會不會都影響 可能影響後 有些事情 有什麼休息 有什麼休息 呃 就是他們會 遇到一些 不要動那麼大的 電影給他做 因為始終都是傷了 後來 後來 林道 在剛才說的 那個馬來西亞律山董裏面 他自己 他也是拿著機器 周圍拍 那終於他自己扭起 哈哈 哈哈 他哎呀 還給你 哈哈 會不會真的拍完終結 要透鏡才再拍 林超音 不是啊 那我拍完那部 我都拍了幾部的了 哈哈 即是沒有嚇怕 沒有沒有 他跟林道 再合作 那是最辛苦的 或者下次 最不最辛苦 你都不知道的 永遠你對著他 高處比處 但是這次我覺得 林道啊 William啊 我啊 我覺得這個組合都幾新鮮 就是 就是看見William 這麼認真 這麼想做好這個角色 那都是一個 無形中的氣氛裏面都是好一點的 譬如你說如果 如果 我拍著一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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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好 他好 為什麼 他好 他好 很有意誠地去 每一次都 那一條火 那一條火 就是 令到大家都 就是 那個氣氛 搞到我都好像 看到他不敢怠慢 都很慶喉 他每次來都打死人 我一見 哎呀 那我都要認真一點才行 你有沒有想到 有些人被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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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 其實都是 他都是 其實是互相影響的 真是很坦白說 我在這套戲那裡 不是說我 很想搏 你看到隔壁那些 就是在天橋那裡 踏下來 又屈陰雙腳 但是轉過頭 是在拍戲的 就是 雙腳都拿得很嚴重 加輝哥 然後又去停車場繼續跑 那我小時候就是 不好意思 不會拒絕人 我們就沒得怠慢 這些後輩 剛才說 在馬來西亞的洞那裡 我們每一次進去拍 是要走二百多級樓梯 進去那個洞那裡拍 那你要去洗手間 就走二百級樓梯出來 他 Lam就喜歡自己開機 他那一條扭傷了 那時候你在那裡 他在拍我那場戲 他拿著那部機 拍完他想讓我看一個 playback 拿抬一部機 但是那裡很多岩石 一吸一吸 全部是水流 滲到 一聲 又是整個這樣的事情 但是你知不知他轉頭做什麼 劇組立刻找醫療隊進來 抬他出山洞 看一看 再一整整整腳 就切了腳 有沒有 他就說 偉廷你走到那邊 我叫人扶他 他繼續拿著這部機來拍 拍到晚上 那一刻我跟家輝哥等他吃飯 他都沒吃飯 十一點幾十二點 拍完戲回來 吃完一頓飯 才去炸雙腳的骨 那你遇到這些前輩 你沒有 你不集中 你沒有那團火 你會被人罵的了 對吧 所以不只是我 你們本身就是這麼行 沒有辦法 我就是衰 經常識他做人 從小到大 還好 發大 打半個 走